实际上其他的没什么 他就多了个这个属性 就叫Layout X和Y的这个坐标 你看这个来的多直接 直接来个Layout X和Y 所以这就是他的这样一个使用 就了解一下就行了 因为这个我们不用 因为这样子 他不很难去自动适应这样一个屏幕大小 而且比方说就拿这个来说 你要去对齐他们的上边 上边对齐 你是不是要去指定他们的那个Layout外置一模一样 那很麻烦嘛 对不对 没有专门的属性去让他们去对齐 所以这样也不方便我们去做对齐的工作 所以这种方式我们已经对齐了 那么下面就是我们重中之重的 第一个 我们有几个是特别重要的 第一个是Layout的 我们常用 这个不说了 第二个就是Relative Layout 第三个就是我们Table Layout 这三个Layout是我们最最重要的 基本上我们不仅全靠这三个来搞定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重中之重 Relative Relative Layout 我们知道就是相对的 那么相对我们要思考什么问题呢 第一 既然是相对 那就得有参照物 对不对 参照什么呢 那么就是位置和对齐方式 那么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放一个Relative Relative Relative Layout 随便放一个 好 我们放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什么呢 这有两条线 这有两条线 实际上这两条线 它定义的是什么 看到右边那个数字在动 你看工具设计的越来越好了 我都不知道这个工具 现在还有这个功能 设计它的margin 通过margin来定位 所以它没有直接去指向什么 它的x值和y值 第二 它有一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直接看一下它的属性 设置了一些对齐方式 这个对齐方式叫什么呢 layout 对齐它的负的上面 为处 也就是说是什么呢 让它对齐 太长了 我们给它回车一下 我们刚刚在这里说了 我们要看什么 要看参照物的什么 一个是位置和对齐方式 我先看一下位置吧 位置我们有几种方式 一种是通过margin 来控制间隔 来控制位置 那么 还有就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它有什么 其他的新的属性 那估计也是跟layout相关的 我们打出来看一下 这有四个不一样的属性 叫to left of to right of 这后面指定的是什么 是你参照物的view的ID 也就是说 你在哪一个空间的左边 哪一个空间的右边 哪个空间的上边和下边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其中的 一个的相对的 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位置我们有这几个属性了 我们待会当然要用一下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布局 这个也是指定一个viewID 这个表示什么呢 你跟哪一个组件中线对齐 基线嘛 就中线 你跟哪个组件左对齐 上对齐 右对齐和下对齐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布尔类型 就叫什么呢 你是否跟你的老爸 左边对齐 是否跟你老爸上对齐 右对齐和下对齐 因为这个就不用去指定ID了 对不对 因为他老爸是定死的 好 那我们现在来解读一下 这个地方 你看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解读的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textview 他的这几个属性 第一 我们设置他跟他的父亲 上对齐和左对齐 那么按照这种情况 他是不是应该在顶角 这个地方 但由于我们设置了 他的margin是多少dp 所以他就有这样一个减格 这个能力级吧 你看 所以这个界面 我们也可以随便拖动的 也可以随便拖动 而且这个拖动 他还不像那个 我们的absoluted layout 是写死的 好 我们还是写登录这个吧 给他设一个值 咱做证实一点 请输入账户密码登录 咦 bug 看一下 啥意思 我用英文的 please input user name and password 英文就ok 那没办法了 这重样没完 这算是他的一个小伙子 居然不支持这种 这种东亚字符 这个也太夸张了吧 这个应该是GUTF8的 好 这个大家自己下来看一下 但是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刚刚那个汉字 这样写上去 肯定到时候再运行起来 就是没问题的 只不过在这个地方 预览的时候 出了点小bug ok 我把它往左边再拖一点吧 好 然后左边就没有margin这个属性 他自动把那个属性给去掉 太智能了 现在这个工具 我以前都还要敲代码 现在拖吧拖吧就行 真好 好 我们再放一个 首先是输入一个用户名 我们也放俩东西 放一个textview 有了刚刚对那几个属性的一个认识 我们现在就知道了 我们现在怎么玩 对不对 我先放一个textview上 给他写一个值 那么看这儿有一条线 看到没有 这条线的意思是什么呢 跟他上那棋 算了 我不这样写 这样写到时候 大家太记住 就工具了 会出问题的 好 我们先这样子 我在他的 我们把 我们再来熟悉一遍 再来熟悉一下 我们刚刚那几个属性 就是要用到我们的 这个一个是layout bub和lapt 这个是指定什么呢 是以哪个对象为参照物 在他上下左右的哪个方向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跟他外面的哪个组件 去怎么样的方式去对齐 这个是如何跟他的复 是否要跟他复对齐 就这三个我们用 好 现在我们 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界面 我们来看一下 我简单先给他画一下 这儿是一个这个 这儿放一个textview 这儿放一个edit text 这儿再放个textview 再放一个edit text 一个是用户名 一个是密码 下头在右边放两个按钮 一个是登录 一个是取消 这个能理解吧 OK 那我们就来实现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现在已经放了一个他了 我现在要放一个textview 那么textview放哪呢 是不是我放了他下面 跟他是不是左对齐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跟他左对齐 好 那么 然后我再把它做一个参照 放在他的右边 跟他进行上对齐 好 这样子怎么样 或者我不跟他上对齐 我跟他进行中线 或者底线对齐 底线吧 底线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我们就不直接脱了吧 敲 textview 要给他 这里头就要 凡是要作为参照物的 你就要做一个ID了 textview2 或者textview name layout what content layout hit what content 好 下面我就要用到我的这个对参照物的这个属性了 layout 用哪个 是不是below啊 ok below 选择谁呢 选择textview 就表示在它下面 在它下面还不够 我是不是还要设置一个对齐方式 我要跟它去对齐 layout line top 跟它上 左对齐 左对齐 id textview 1 看 给它接上到设置上字文字了没有 还没有设文字啊 我再给它设点文字 user name 好 我们看一下效果 大家看 是不是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跟它走在一起了 对不对 但是太紧了不好看 对不对 太紧了不好看 而且这个字体太小了 我给它改大一点 我把两个都给它改大一点 怎么改呢 这个字体这个比较简单啊 text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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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然会去指定一表 比方说24 这个时候 别忘了用sp啊 好 然后我要让它 别挨那么紧 这个时候我用什么呢 想象一下 对 margin 没有什么margin 我就直接用margin margin top 给它设成20dp 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这个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 但上面字太多 它进行了一个换行 我们不管它 那这样看起来效果就好多了 那么下面我是不是要在它右面再放一个edit text 我来拖吧 我先拖上去再来改 你看它这些全部都给你自动摄上了 说好也好 说不好也不好 OK 我们给它这个我们手敲一下吧 其实我只要它的layout wise和hit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要让这个edit text 这个时候edit text是在这个位置的话 我要给它 让它放到这儿来 我是不是要让它什么呢 放在它的右边 以它为参照我 放在它的右边 并且给它一点间隔 好看一点吧 给它叫间隔 然后跟它进行基线对齐 就是中线 我们来看一下该怎么来做 首先给它放到右边来 layout layout to write off 谁呢 id的这个textviewname 对吧 再来给它弄 再来让它设置一个对齐方式 layout align 让它基线对齐 base line 也是这个对象 我还 我还 再给它们设置一下 它的margin lept margin lept 设成30dp 然后呢 我再给它设置一个属性 我让它撑满 行不行 因为那里头没有内容 它就 如果它是warp content的话 它是不是没有内容 它就会 会干嘛 只有内截 对不对 好 我们先 如果看一下 我们撑满 我们想的 按照我们之前的 layout 想的 用failparent 或者matchparent 我们看一下效果 居然也管用 但我们试一下 failparent 也管用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 还是挺管用的 但是如果说 我们不想用它的话 我们用谁啊 所以调调大路 通告板 content 我们不想用它 我们是不是用 可以用那个 可以用wait 对吧 是不是也可以 现在我们就偷下来吧 这样的方式 如果管用的话 我们就用它 但是右边也不好看 我右边再给它一点间隔 有点间隔才美 有本书 好像就叫间隙之美 margin right 给它设个20dp ok 当然这个前面 你愿意 你自己也可以去设置 好 下面的方式 我们就同理了 就是 我再拖一个这个 textview 那么这个textview 我让它的参照是谁啊 还是它 并且跟它左对齐 把它放到它的下面 对不对 那么 我们再来拖一个 textview 这个是跟它的负对齐了 跟它的负的左边对齐了 还是有bug 一点点往下偷 这也太搞笑了 不给力 看来 所以这个工具 大家也不要太当一回事 还是有不少bug 它想做好 还得很有一阵子 它在哪个空间下面呢 在我们的 name下面 并且跟name 左对齐 我不用这个 跟它负对齐了 尽管 左对齐 其实也是 负对齐 我们可以来 自体 还没事 24 OK 这就是它的一个效果 当然你跟它 也可以又对齐 是不是更好看一点 我们喜欢 这种情况的时候 当它不整齐的时候 我们又对齐 那么同理 我再拖一个IDA text 下 这个应该就是 基线对齐了吧 在那个的下面 IDA text下面 然后跟那个 左边那个基线对齐 试一下 又不管用 又改吧 它这个是对齐 是跟它的左对齐 这个是没错的 在它的下面